大家好,昨天有一个比较长的睡眠 今天早上出去散了散步 呼吸了呼吸新鲜的空气 所以我这个智障的脑袋和生锈的身体啊 也多少恢复了一些活力 那么我在这里面呢也祝愿我们每个朋友 要关注你们的身体健康 也愿意你们身体都越来越好啊 不要像我我在过去这几年啊 确实是从爆料革命以来呢 对我的改变特别大 无论是任何一个方面 甚至我没想到的是 我的身体状况也因此有一些改变 当然了是由于爆料革命之后 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 导致呢我在一个奔波的状态下 所以呢生活习惯啊各种东西被打乱 这两年没想到自己的身体的素质下降的这么严重 可能也是年轻的时候透支比较多吧 有人说不健身不运动能长寿 有人说健身和运动能长寿 也不知道谁说的对 但是我个人呢是一个认为应该保持和健身的状态 可是这两年我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啊 和经历去健身 可能也是对我造成了一些影响 昨天我们讲了日本的第一期 我感觉大家对日本人的最大的感觉就是礼 日本人一天居好多宫 一天呢说话呢总是非常的彬彬有礼 这是我们所有人对日本人的印象 还有人提到仪式 仪式感 那么我今天呢在讲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 讲讲我对日本人重视外在的礼仪和仪式感的一些看法 实际上在我们昨天讲耻感和罪感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展开来讲 那么举语刀的作者认为呢 日本人的礼仪重视礼仪呢 是因为日本人没有罪感有耻感 按照他的说法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 他认为日本人就是这样的风俗 或者说就是他的文化 他在他的原著里面还专门说过 说一个人类学家呀 看待不同的族群不能认为对方是怪人 不同不代表对方是错误 也不代表对方是怪异的 但是本尼蒂克特没有说出 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 可能大家不敢相信啊 本尼蒂克特写举语刀的时候 他并没有到日本本土去过 当时美国和日本正在打仗嘛 他也去不了 所以这个人类学家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他的研究呢 也是很真实的 然而在现代或者说当代呢 另外的西方的学者呢 就对日本人的这种 相对于西方的一种 他们认为怪异的现象 比如说见人就鞠躬 说话总是用敬语 总是并并有理 这种现象呢 给也给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解释 就是说 试图去探究 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导致 本尼蒂克特说的这种特殊的文化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呢 是认为是历史的经历 导致的日本人如此 具体来说呢 就是在长期的江户时期 幕府时代呢 日本同时享受着和平 而同时享受着和平 与坚守着等级制度 那么这就导致呢 大量的人他不能跨越阶级 也不能跨越等级 导致一个人如果是做寿司的 他一辈子不能干别的 甚至他的子子孙孙 也要去做寿司 体现最明显的一个阶层 就是武士阶层 那么在江户时期和平年代呢 那二百多年里面呢 武士其实是收入非常低的 但是呢 武士呢 社会制度要求他们不能改行 只能做武士 那没有仗打的情况下 武士又没有更多的收入 相对于做生意的人和农民 他就会比较穷 但是他又要摆出 他武士的这种尊严和武士的这种阶级的差异性 他怎么办呢 他只能从具体的仪式上礼仪上来着补 北京话叫着补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般的农民家吃饭 那就是一个碗 一碗面什么纳豆什么放在一起就吃了 但是武士呢 为了体现他的不同 他就要用不同颜色的碗 盛放不同颜色的食物 他认为这是体现出他们的一种精神 那么在这个有一个作者啊 叫毗林 他是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驻亚洲的一个总编 那么他曾经就写过一本书 来谈日本的这个现象 那总结来看毗林的观点就是 这是日本人的这种礼仪感 最开始源自于一种 一种我给他总结两个字 就是穷装 穷装 因为武士太穷了 那么又不得不装门面 所以搞出这么一套越来越复杂的礼仪和仪式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解释 而日本人自己的解释呢 那五花八门 但是呢 我看不懂日本人自己的解释 这个很正常 就好像如果我问一个中国人 我问大家你们为什么用筷子 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 我们也很难说清楚 我们为什么用筷子而不是倒叉 对不对 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种说法 但实际上都是一种 为了验证 为了证明而证明 是本末倒置的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用筷子 有可能是因为某些巧合的原因 或者偶然的因素 那么日本的这种礼仪的来源呢 按照毗林的解释 就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导致了武士不得不这样表达他们的存在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长期的和平和长期的等级制度导致做寿司的几代人只能做寿司 那么做烧酒的几代人只能做烧酒 那么做衣服的几代人只能做衣服 这个结果就是说无聊嘛 无聊的情况下 大家就只能去追求细微的差异来体现我比你更高一筹 或者我比你不同 就像我们中国以前也出现过 我记得在几十年前吧 王富景有一个售货源 他是一把抓出几两堂 特别出名 我记得还上过央视 就说他这一把抓下去多重 还是特别准的 那么你说他这种精神也是一种匠人精神 但是他他怎么练就出来的呢 就是因为他长期的从事这个工作慢慢就熟了 可是在西方看起来 这你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吗 你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干一个并没有产生对等价值的事情 所以西方人呢 对此事不能够完全理解的 那么我也讲过匠人文化实际上跟工业化是不相容的 匠人文化追求的是极致 工业化追求的是效率 两者是完全不相容的 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这个故事说的是日本的一个教授 也是一个知名作家 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就写过 他说一个从美国来到日本教学的教授 他居然说 他听到了窗外的虫鸣声 就居然问了一句 这个噪音是什么 所以这个日本的教授呢 就特别诧异 说这美国人怎么能这么没有文化呢 怎么能这么愚昧呢 我们怎么会在二战当中输给这样的傻瓜呢 他们居然管虫鸣声叫噪音 那他就得出一个结论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日本人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只有日本人能在虫鸣声中听到 一大堆啊 我就不服术了 就听到什么深秋到了冬天快来了 或者等等等等这种自然的气息和美妙 那他认为听不懂这种虫鸣声的 或者说在这里面体会不到这种精神的呢 那就是像他讲的美国人的这种没文化和愚蠢 那孰是孰非怎么去看待呢 各位朋友就自己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吧 因为如果你喜欢日本人的这种状态呢 那你可以啊 觉得他这种状态是好的 如果你喜欢美国人这种状态 你也可以认为美国人这种状态是好的 我认为本尼迪克特说的是对的 站在一个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不能将不同视为怪异 不同只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这是我对日本的仪式感很重 重礼仪的一个看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今天我们谈日本的崛起过程啊 也是日本从一个域内小国弱国走向世界级列强 也是帝国时代和二战期间的唯一一个来自亚洲的列强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介绍日本历史的书籍有很多 尤其是因为现在的日本它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度 所以日本人自己和别人对日本现代史的研究呢都不受到限制 也发表发表也不受限制 这就使得日本的近现代史相比中国的近现代史呢 它就更丰富更公开更广为所更广为所知 这也帮助了日本的反思和进步 那么反观中国呢我们看到 因为莫名其妙的言论审查和追求统治者自己都不相信的合法性 就导致了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大量的中国学者 对自己的历史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因为很多历史被篡改了和被掩藏了 抱歉啊 我说话还是有点气力不足 希望不影响大家的观感 但是在这里呢 为我的这种不好的声音向大家道歉啊 那么我曾经呢也批评过一个国内的学者提出的一个理论啊 他认为中国可以做世界的枢纽做穆斯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桥梁 其实这位学者在很多方面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他的见识和理智啊 要超过大部分的他在国内的同行 但是通过他的这个理论和他的这个著作呢 我们也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这位学者啊 他就是被国内的虚假的近代史给读害了 当然了 可能他认为他是能读到真实的历史的 我也相信啊 他是一定能读到真实的历史的 但是当假的东西 他太多的时候 他会把真的东西呢 相对冲淡了 也就是说假东西看多了 本来你是不信的 看着看着啊 你就信了 那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啊 都如果就是说 如果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 他都不能够从虚假的历史叙述中走出来 那这是非常可悲的 对个人是可悲的 对国家也是可悲的 因为社会导致这些知识分子 没有办法给国家一个正确的建议 而相比他这一代的年轻学者呢 像秦辉 刘苏李 张明那一代老学者 就显得更贴近历史的真相 那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过去的30年里面 中国的学术自由 尤其是在历史和思想史领域的学术自由 是越来越受限制了 而不是越来越开放了 我多次的谈过啊 这个如果汉字所能承载的信息量逐渐的变小 我们的出版物逐渐的变少 变假 对我们的文化是有毁灭性的打击的 那么好 那这个话题呢 谈多了呢 也伤感 而且也不是今天咱们谈的重点 咱们就言归正传啊 因为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非常丰富 也就导致了它非常的真实 又非常的多角度 那从哪个角度去分析的都有 我今天讲的内容呢 是我自己看待日本历史的一个角度 而不是照搬某一本书的角度 或者说是我所阅读到的 日本历史的一个集合和总结吧 也就是打破了书与书之间的界限 就像我今天的副标题一样 我以时间顺序呢 我以时间顺序上发生的三场战争为切入点 来看待日本的崛起 那么第一场战争呢 是发生在1869年的乌晨战争 第二场战争呢 是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 第三场战争呢 是发生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 跨度为35年 也就是说日本仅仅用了35年 就完成了从区域内的弱国到全球列强的这么一个蜕变 这是非常快的 而其中的第一场战争 我不会具体谈战争本身啊 我用这个名字呢 主要是呃在文字的使用上的一种一种对仗 而且呢也确实是这个战争 还有一个代表性 我想的是通过这场战争为题 着重的谈它所代表的著名的事件 明智维新事件 那么今天我们谈明智维新啊 我会从一个英国人谈起 这个英国人呢 是一个马可波罗式的传奇人物 只不过他比马可波罗更真实 他就是英国的一位外交官 他同时有三个名字 那么这三个名字呢 第一个是英文名字 Ernest Mason Sato 日文名字 佐藤爱之柱 那么中文名字呢 叫萨道义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呢 因为他是一个精通中文日文 当然还有英文和中日文化的 这么一个英国的外交官 也住过也做过驻华的公使 那么为什么要从他谈起呢 因为他被称为 日本明智维新的理论导师 他呢写了一本日记 就是他在日本的建文 后来这本日记呢也出版了 那么这本日记呢 就真实的记录了他在日本的经历和建文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 所发生的巨变的一个过程 那么通过他所描述的他的经历来看呢 在他最初踏上日本这个国土的时候 他是对日本人是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的 抱歉我喝一口水 因为他记载了一个他被日本人骗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相信大家听了之后都能感觉到 在今天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他呢在日本呢 想买一本书 一本汉字字典 他的翻译 日本翻译呢 主动的帮忙帮他去购买 他花了四个银币 可是后来他发现 如果他自己去买这本书 只用花1.5个银币 那证明他被日本的这个翻译给坑了 所以他认为日本人都是骗子 不遵守契约的这么一种人 而当时的日本人 对英国人和西方人是怎么看待呢 日本人认为去到日本的西方人呢 都是垃圾 都是西方的垃圾 所以日本人眼里的西方人是垃圾 那么西方人眼里的日本人呢 是骗子 这就是他去到日本之后 日本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 但是后来经过几次事件 他就改变了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他深度的介入到了 日本与英国的外交争端 外交合作 外交事务当中去 最后他甚至深度的介入到了 日本的内战 日本的内政改革和明智维新当中去 那么这我们就要从1862年 日本发生的一起著名的事件 叫生脉事件说起 当时的生脉事件 是发生在一个 村庄就叫生脉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四位英国人故意冲撞和挑衅当地的贵族 也就是萨摩藩的一个诸侯的护卫队 导致的这么一起事件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事件说出来 大家就会觉得 这于在当时的大清朝发生的事情是很类似的 就是说四个英国人 当这个萨摩藩诸侯的护卫队到来的时候 要求他们避让 他们不避让 就故意的站在路上不走 挑衅人家 那么这呢 就导致一个结果 就被护卫给砍了 导致四个人当中呢 一死两伤 当时的英国人就非常群情激愤 就认为这是野蛮人 就日本人你砍人是野蛮的 包括这个萨刀义本人也认为 这个是非常明显 谁是对 谁是错 那我们英国人没有惹你 你为什么要砍我呢 但是一年之后 他的观点就转变了 因为一年之后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的当时就很厉害 他居然调查了这件事 发表了一个著名的社论文章 就说这件事情是英国人错了 而不是日本人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 如果是诸侯经过的话呢 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是应该跪地相迎的 避让跪在旁边 但是作为外国人呢 日本不要求你跪在地上 但是要求你离开这个道路 站在道路两旁 可是你们这几个英国人 四个英国人 你们作为外国人在日本 你们并不应该去违反 日本的法律和习俗 就是说日本法律赋予了 你们居住在日本的权利 但是没有给你们违法的权利 你们不去尊重当时当地的习俗和法律 故意的站在路中间不让路 故意的挑衅人家的习俗 这就是错误的 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有时候开玩笑说 如果你强迫一个穆斯林去吃猪肉 猪肉这是恶毒的 这不是恶搞 这是恶毒的 是罪恶的 是一个道理 所以萨道义呢 在一年之后呢 他也认为确实是这样 这个错呢 是英国人的错 而不是日本人的错 所以他就改变了一些对日本人的看法 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的放弃 对着这件事的追究 那么1863年呢 英国为了讨还公道 就派了七艘军舰开进了萨摩藩 就是说你必须惩治这些人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我死人了呀 我这又死又伤的 但是萨摩藩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 萨摩藩军队呢 用他的为数不多的 而且非常陈旧的这种暗炮 击伤了三艘英国军舰 导致了英国人60个人的死伤 这就让英国非常的震撼了 因为英国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萨摩藩 你能这么狠 你敢直接跟我开干 所以英国人也就对萨摩藩有了忌惮 那么就寻求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结果萨摩藩在谈判中的表现 又让英国人大跌眼镜 就是说萨摩藩人在谈判中表现出了于 当时他们作战中不同的一面 作战的时候他们非常狠 那么英国人觉得谈判也不好谈 结果在谈判的时候 日本人特别讲道理 也特别客气 最终还同意了赔偿英国人25000银帮 这是一笔巨款 是一笔巨款 那么萨摩藩就把这个事给平了 而萨道义本人就参与了这次谈判 当然了 我们大家如果听过我上一期节目 也就会明白 日本人他表现出这种矛盾的两面性 在西方人不理解 就是举语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所说的 有耻感没罪感的表现 就是一种愿赌服输的心态 萨摩藩也知道打不过你 但是不打是不行的 所以打的时候我好好打 谈的时候我也好好谈 那么同年长州藩又发生了一个类似的冲突 叫史称下关战争 就是长州藩炮击了英美的商船 封锁海峡 引发了英国的报复 但是英国这次是召集了法国英 法国美国荷兰三国海军 组成了一个四国的联合舰队 与长州藩开战 但是长州藩的态度依然强硬 他决定独自的嚷移 就是当时日本并不是统一的 是诸侯歌剧的 长州藩就决定我自己来单干了 我要嚷移 那一直持续到1864年 四国联军决定总攻 总攻这个长州藩 当时在日本 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就紧急回国 劝阻长州藩主 说你不能够全面开战 如果你全面开战的话 咱们绝无胜算 但是当时的长州藩主 他不听劝告 最终那就战败了 败的也比较惨 而在战败后的谈判当中 伊藤博文和萨道义 都参与了这次谈判 那么这次谈判 与一年前的萨摩藩谈判 是一样的 日本人也表现出了一种 愿赌服输的态度 于四国签订了 不平等的赔偿条约 赔偿金额 也是当时萨摩藩人 根本承受不起的 那么这两次事件 就改变了萨道义 和其他的英国人 对日本的看法 他们原来认为 日本人是野蛮人 不讲信用 也不高贵 但实际上 通过这两次事件的接触 就使得萨道义和英国人 就认为 与日本人打交道 有了一种 不打不相识的感觉 他们看到了 日本贵族和武士 宾民有礼 讲道理 遵守条约 和纪律严明的一面 他甚至认为 日本的武士 有着英伦 英国骑士般的气质 而日本的贵族 也有西方贵族的 这种体面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看不到 萨道义对日本的影响的真正重要性在哪里 他对日本真正的重要的影响 他真正的影响 是开始于他写英国策论 那么他写英国策论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 本来他是在英国驻日本大使馆做一个翻译 但是他想多赚点外快 因为他精通中文日文英文 所以他就在当时的日本时报上发表一些文章 来挣一些稿费 从最初他发表文章 只是发表一些介绍欧洲的风土人情 就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抑郁风光那样的文章 可是写着写着 毕竟我觉得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写着写着他就变成不是介绍风土人情了 介绍什么呢 介绍英国的政治制度 他认为日本和英国有很像的地方 大家都是君主制 大家英国在改革之前 社会也是分等级的 当时的日本社会 也是把国民分为四个等级 所以他写着写着 就从风土人情转变成 写了英国的政治改革历史 和现有的政治制度 再写着写着 就不是在介绍英国那么简单了 就写到什么呢 就写到开始给日本人出主意了 就相当于他就直接开始教日本人 说你们该怎么做 你们该怎么做了 总体而言 他的思想 当时他给日本人开的药方 就是说他认为幕府 是不应该代表国家的 幕府应该是跟其他诸侯一样 只是一个诸侯 只有天皇应该是能代表国家的 或者说只有天皇和中央政府 才应该是代表国家的 所以日本应该成立一个国家级别的中央政府 把全国的各诸侯 统一起来 但是同时为了维护这个系统的稳定 也不应该把幕府的权力完全的剥夺掉 要让幕府有参与国家政治制度的机会 和参与国家政治运作的这种地位 所以他给出的方案 如果大家听过我们讲英国的光荣革命 实际上他给出的方案就是英国光荣革命的一系列过程的方案 就是一个各阶级妥协的一个方案 而不是说真的把某一个阶级往死了搞 不是那种革命 不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 而是一个温柔的一个革命 一个妥协 这么一个方案 所以当时他给出的这些方案 就让日本的有志青年一读 就觉得这个慎得我意 就开始追捧他的这些文章 同时也认为这是来自于西方的一种声音 一种更先进的文明的声音 所以他就被称为了叫明智维新理论导师 这么一个称号 那么他的这些文章 可以说是对日本的政治改革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那在我看来这是日本的幸运 因为相比于日本 俄国受到的是 源自法国大革命的马列主义的影响 而中国受到的是 美式独立战争的影响 和源自法国大革命的 马列主义的双重影响 那么很明显 英国式革命 其实是更适合王权统治下的旧制度的变革的 这个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 我说本来英中国应该走一个英式革命道路 结果走上了美式革命的道路 因为这个人们嫌慢 结果美式革命道路 还有嫌他更慢的 最后就走向了更激进更快的俄式革命的道路 所以那是中国人的悲哀 这个只能是时也运也 就说不清 哎呀 这个就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我认为更多的就是一种 一种运气的成分是有的 那么也因此呢 明智维新 它就没有走向大规模的内战 那很多国内的学者呀 将明智维新 比作是日本的周秦之变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都是从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本质的不同 就是中国的周秦之变 是诸侯颠覆王权这么一个过程 它通过诸侯颠覆王权 实现了大一统 并且消灭了其他的诸侯 它是打破了旧有的制度 重新再来的一个过程 而日本的明智维新不是 日本的明智维新是王权 消除诸侯权 但是并没有将这些诸侯除掉 而实现了一个妥协的大一统 它是利用了原有秩序和原有制度的 在其基础上的一个改进的过程 抱歉 我再喝一口水 因此在法理上 日本的这种革命方式 它的历史延续性和法理的延续性是更好的 那么我们谈完了这个叫英国策论 我们就要谈谈后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取题所用的叫乌臣战争 那乌臣战争当时是日本的维新派 也可以说是激进派 以西乡龙胜为代表的激进派维新派 他们希望对江户幕府发动全面的战争 也就是清算革命 赶尽杀绝 但是萨道义不同意这个看法 萨道义认为应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实现一个和平的过渡 和平的革命 实现王权和诸侯之间的妥协 并且像欧洲处理拿破仑那样 萨道义就说 我们拿破仑跟我们的深仇大恨 我们也没说把他赶尽杀绝 我们只是把他流放了 但是西乡龙胜并不同意这个方案 坚持要血洗幕府 可是很无奈 就是西乡龙胜 他抵不过英国的压力 因为英国使馆出面委任萨道义 作为应该叫日本的新军 就是维新派所率领的新军的一个监督人 因为大家如果看历史 大家就会知道 在日本的维新 明治维新过程当中 英国资助的是维新派 而反维新的那些人 包括我们说的这些幕府 后面是谁在资助呢 是法国人在资助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亚洲国家的这种政治改革背后 其实都是有西方的参与的 都是有西方的参与的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通常英美会选择比较正统的那一方 去支持他 法国俄国呢 通常会选择比较暴力的那一方 去支持他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之下 和监督之下 西乡龙胜就非常不情愿的 采纳了萨道义的建议 与当时的幕府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叫江户无血开成协议 就是说不流血的解放江户的 这么一个协议吧 我们用今天的理解 并且也没有对幕府赶尽杀绝 只是把幕府一家给流放了 可是到这件事结束之后 西乡龙胜就真正的体会到英国人的这个智慧的高明之处 而且也体会到英国人在政治宽容方面 确实是值得佩服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们收回了江户之后 他们真正的享受到了江户没有被毁 而且人民也没有那么仇恨他们的这个良好的战果 所以西乡龙胜也彻底的被萨道义和英国人折服了 当然西乡龙胜跟萨道义之间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挚友 那么西乡龙胜对萨道义的评价也非常高 就称他写的英国策论 为什么 为明智 维新 原形之文 那么从这个戊尘战争结束开始 可以说日本也就真正的开始了坚定不移的 走向了学习英国和适应并融入国际社会的这个道路 而没有像中国那样 因为皇帝死了 因为皇太后也死了 就走向了辛亥革命 我刚才讲过了 学习美国独立战争的道路 结果还有些慢的 就一下子拔苗助长 加速到直接走向了苏俄革命的道路 因为他们读到的 在中国当时陈独秀 李大钊 他们读到的是什么 他们读到的是马列主义的文章 那么孙中山他们读到的是什么 孙中山他们带来的是美国的一些思想 而日本人很幸运 日本人读到的是 萨道义所写的英国策论 也就是他们读到的是英国的经验 这个不得不让人唏嘘感慨啊 当然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 日本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当中实际是不成功的 而这种不成功啊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个人认为主要的责任是在西方 因为西方确实没有在心理上真正的接受一个亚洲国家的崛起 在心理上他们很难接受一个亚洲国家成为他们西方列强的一字并肩王 那么好 那么我们第一场战争就讲完了 第一场战争我们是以物尘战争为题 讲的实际上是明智维新 我也希望大家呢 从这段日本的历史当中呢 能对比看一看我们中国在同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然实际上是比明智维新厚一些发生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带领的这种社会主义革命吧 或者苏维埃革命吧 我们应该会有一些我们内心的感触和体会的 那么在明智维新成功之后呢 西方也开始逐渐的承认日本 尤其是英国 他们对日本抱有了非常大的一种 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么形容正不正确啊 我个人没有对日本的贬义 只是我读这段历史的感觉是 英国对日本产生了一种爱意 这种爱意呢 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爱意 而不像是兄弟之间的爱意 实际上当时的美国也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怜悯之心 更像是兄弟之间的怜悯之心 这个是得益于威尔逊总统 就是老罗斯福总统 但是他的这个侄子啊 还是表弟啊 小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就不那么友好了 而英国对日本的这种感觉 更像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望子成龙 期待着他成长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英国对日本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也后来呢 怎么说呢 就将这个英国和日本之间签的很多不平等条约 包括美国和日本之间签的不平等条约 逐渐的就废除了和取消了 那么日本通过明智维新开始了他的国际道路之旅 那么明智维新之所以成功 我们讲了是得益于英国的保驾护航和伊藤博文 这样的海归派的开明 以及西乡龙胜这样的本土的有识之士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军国主义后的日本就不一样了 他既缺乏西方盟友的配合和侠制 这个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军国主义之后的日本当时欧洲也乱了 英国人是顾不上日本这头了 那么他也缺乏伊藤博文那样的 具有现代见识的本土领导人物 更没有了西乡龙胜那样的枭雄一样的人物了 所以后来日本也就慢慢的走向了军国主义 抱歉啊 容许我再喝一口水 所以明智维新之后啊 日本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和政治结构 但是却一直不接受西方的文化 直到今天我想很多人也不是太接受西方的文化的 那看看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是反过来的 在外在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呢 中国人就表现得非常西化 喝咖啡总是比吃大蒜的高级 这不是个笑话吗 当时是周立波吧 嘲笑郭德纲的 他说他是喝咖啡的 说郭德纲是吃大蒜的 我记得是这样 那穿西装的呢 显得比穿大褂的就体面 但是呢 我们中国人虽然接受了很多外在的西方的东西 可是我们不太愿意接受西方真正的一些内在的价值的东西 那么根据日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讲日本的国民性能里面谈过了 他们认为世界应该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 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啊 就是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 日本人认为中国他丧失了统治亚洲 保护亚洲和维持亚洲文化的这个法理地位 与实际的能力 这是一个大前提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 就说日本之所以对中国发动一系列的一系列的这个战争啊 他最开始的动机并不是真的是想侵侵略中国或者占领中国 因为他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他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 但是他为什么就做了呢 就是因为日本人的这种轴劲吧 我们可以说 就是他认为亚洲文化是应该得到维护保护和维持的 但是中国呢 已经显然没有能力去维护和维持亚洲的秩序 保护亚洲的文化了 所以日本觉得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 就是日本是不是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 因此呢 日本他就坚定不移的走向了 他想代表亚洲和保护亚洲文化的这个路 那甲午战争也就因此爆发了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呢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其实仍然是希望 中国像日本那样能够改革自强 通过后来啊 日本支持中国的革命党 咱们也能看出来 确实当时日本是希望中国也能像日本一样 能够实行政治改革的 但是呢 确实也是日本希望中日的地位能颠倒过来 就是中国成为蚂蚁 日本呢 成为中国 就这个位置是要换了 这是日本人认为 你已经不配做老大了 我要做这个老大 这个确实也是个事实 那么甲午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啊 是远远大于此前任何一次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的 因为首先西方国家对中国他没有领土要求 第二呢 西方国家 不是在原有的中国为中心的这个天下体系里 他属于异文明 所以被西方人打了呢 中国人可以说我是被鬼子干了 就是说 他能够有一个说辞 但是呢 日本就不一样了 那么日本是属于原本的中国的天下体系的一员啊 属于中国这个体系里原来的蚂蚁 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鬼子 传统意义上中国人说的西洋鬼子 他的意思是长得不一样的人 有一种贬义 认为他们就不是人 没有进化完嘛 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说 但是在中国的古代可没有任何中国人 称呼日本人 朝鲜人 甚至蒙古人 为鬼子的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同宗同文同种 只不过我们的文明在中心 他们的文明在旁支是蚂蚁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 日本人都是怎么去看待 甲午战争的 甲午战争真正的使得中国丧失了天下体系的统治者的这个法理性 康有为当时就说 说五中国四万万人 无贵无贱 当今日在富屋之下 漏舟之中 如龙中之鸟 牢中之囚 为奴隶为牛马 为犬阳听人驱使 听人宰割 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其变 他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中国人在过去的四千年历史上 历经了二十次改朝换代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就是说丧失了主人地位 变成了蛮夷的奴隶 被蛮夷统治了 这是康有为的看法 当然如果说他活在今天的话 我会纠正他 其实元朝的统治 也是一场被蛮夷统治了 只是说只不过是元朝 最后定督在了中国 区别只有这么一点点 实际上我们通过康有为的感慨 我们能看出来 就是说中国人在心理上 彻底被击溃了 击溃了 崩溃了 就彻底被崩溃了 那么日本当代的学者 就今天的日本学者 藤存道生 他也认为 他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从被压迫国向压迫国过度的转折点 这个看法就很有意思 实际上他也透露出了一种 他也同样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前 日本是从属国 无论从属于中国还是从属于西方 都是被压迫国 那么在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就摆脱了从属中国的地位 虽然日本从来没有做过中国的附庸国 但是日本实实在在的 确确实实的是中国天下体系当中的一员 他是向中国纳贡的朝贡 而且他的文化确实是在很久远很古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中国的影响 从日本人开始学会种水稻开始 他的文化来源就是来自于中国 只是来自于中国的不同的朝代而已 所以甲午战争对日本来说 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化时代的战争 具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匹敌的意义 就是说他的意义对日本来说 不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甲午海战当中 还有一位非常有历史意义和传体色彩的人物 我今天想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这个人物也令我自己很感动 他就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叫菲里奥诺顿马吉芬 他在1885年作为海军顾问和教官来到了中国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 马吉芬作为镇远舰的帮伴参战了 什么是镇远舰的帮伴呢 就是副舰长副手 而且他负了很重的伤 1895年 抱歉 1895年他回到美国之后 他就开始发表文章 以他亲身的经历为北洋水师辩解 希望美国人知道北洋水师是英勇的勇士 而不是腐败无能的懦夫 其实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北洋水师是抽大烟的 不能打的 是懦夫 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但是当时的美国人并不真正的了解亚洲 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和日本为什么打起来了 美国人只是看到了战争的结果 就是中国打败了 而且美国人也只听到了日本的舆论声音 因为日本在明智维新之后 跟西方走的就比较近了 所以美国人认为 马基芬说的都是胡话 认为他疯了 他就不理解 没有人理解他 那么1897年的2月11日 马基芬就在纽约的医院自杀了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日子吗 1897年2月11日 马基芬先生选择自杀的日子 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年前自杀的日子 他选择在这一天自杀 意义非凡 有着向丁汝昌致敬追随他而去的意思 而马基芬下葬的时候 他是穿着一身北洋海军的军服 铺盖着大清国的黄龙旗 吓得脏 我确实非常感动啊 说到这一块 今年的2月11日啊 马上就要到了 我想如果哪一位朋友恰巧你在纽约的话 恰巧你有空的话 恰巧你愿意的话 请你去马基芬先生的墓前 为他献一束花吧 马基芬先生的墓碑的正面 是刻着交叉的大清国的黄龙旗和美国的国旗 他背面写了刻了一句话 说以此纪念一位深爱着自己祖国 却把生命奉献给另一面国旗的勇士 我们中国人啊 要学会感恩 感恩呢 是要我们真正的了解历史 真正的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和美国之间 我多次的讲了 走到今天的这种对抗的状态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意识形态 而不是因为真正的地缘政治的利益 底层的利益冲突 中美完全是应该携手并进的两个国家 那么中美两个国家走向今天这种对抗 实际是我们的悲剧 既是中国人的悲剧 也是美国人的悲剧 我希望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 都能回顾历史 看一看我们真正并肩走过的道路 当然也许这是一个奢望吧 哎呀 也是特别感慨啊 希望有人能去他的目前 看一看他 给他献一束花吧 作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 去纪念一下百年前 为我们中国的一场战争 捍卫我们中国的国家 牺牲的这么一个美国人 而且他临死的时候 是盖着中国的国旗 当时的国旗 穿着中国的军装 下葬下葬的 好我们继续 甲午海战结束之后啊 日本就开始讨论和鼓动 日本脱离中华文化圈 放弃使用汉字 那么日本人对中国的鄙视 也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 日本完成了自己列强之路的第一步 就如果说日俄战争 是定第零次世界大战的话 那么对后来的世界大战 起到非常重要的 触发作用 就是日俄战争 那么甲午战争 就是直接导致日俄战争的 一个重要的引子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日俄战争的前沿部分 如果没有甲午战争 我们非常确信的是日本不可能有决心与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发动日俄战争的两个基础 一个是精神上的 就是信心 毕竟日本打败了称霸亚洲几千年的天朝大国 实际上当时 据历史的记载 天皇在签署 与中国打一场甲午战争 甲午海战 就是黄海的海战的时候 日本的天皇也是非常犹豫的 也是颤颤巍巍的 不敢想 如果打一场中国中日时间的战争 到底能不能赢 那么第二个就是大清朝给日本的赔款 赔了多少钱 甲午战争之后 清朝给日本赔了2.315亿两白银 就是两亿三千多万两白银 其中这个零头三千多万两白银 是大清朝赎回辽东半岛的叫归辽费 这件事也为后来的日俄冲突 甚至是更之后的日本与西方列强产生仇恨 提供了一个基础 就是说它是后来的日俄冲突 以及更之后的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 产生仇恨的一个起点和起始的原因 我们后面也会谈到 那么2.315亿两白银是多少钱呢 就相当于当年的日本财政收入的4倍 抱歉 实际上本来在甲午战争之前 日本的国内的经济已经不太好了 那么本来当时日本财政呢 就已经到了一种濒临崩溃的状态 但是日本人就是通过甲午战争之后 他就效仿欧洲 利用战争来获得赔款 这就是一个有样学样嘛 我们讲大英帝国讲德国的时候都讲过 在二战以前欧洲人打仗 输的一方都会赔个底掉 那赢的一方呢都会大量的索赔 那日本呢也学习了这种方式 实际这种方式在亚洲 就在中华文化圈的历史上 以前并不是这种方式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历史 那么日本呢就希望通过战争索赔这种手段 来支撑国家的经济 这也就促成了后来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 就是以仗以战养国嘛 那甲午海战与日俄海战啊 他都有一个特点 都是日本倾全国之力打的一场战争 甲午海战当年也是日本倾注了全国之力 去打了这么一场战争 那么这两场战争呢还与后来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 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 那就是日本学者加藤杨子所说的 加藤杨子怎么讲呢 加藤杨子说 日本的对外战争不是少数精英 或者当时政府的擅自决定 而是日本国民的集体选择 而造成这种全民军国主义的根源 是可以追溯到典型的民粹主义特点的 与法国大革命类似的 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明智维新的 那么为什么说明智维新是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的特点呢 就是明智维新是天皇与下等的武士 平民联合造了这个不能说造反吧 联合打掉了中间阶级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好在当时有英国人有萨道义在 所以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但是本质上它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看法是现在大部分日本中国 美国的历史学者的一个共识 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本尼迪克特 民粹主义就是一个恶魔 一旦放出来就很容易失控 后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 当英国人不再监管日本的政治改革之后 那日本人确实就是失控了 那简单的谈完了甲午海战 我们就谈谈日俄战争 那历史有时候就是很捉弄人 我们前面讲了 日本之所以敢发起一场日俄战争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打赢了甲午战争 获得了清朝等值于日本当年 全年财政收入四倍的赔款 但是当时的大清朝其实也赔不起这么多钱 那大清朝怎么办的呢 大清朝就是这个赔款叫马关条约赔款 实际上是借的是向谁借的呢 是向俄国借的 清朝向俄国各个银行 以年息四里海关所得税为担保 36年为长宽期这个条件 借了四亿法郎相当于一亿两白银 而且俄国明确要求 中国所借贷的这一亿两白银 只能用来赔偿日本 包括支付对日本的第一笔战争赔偿款 五千万两白银和三千多万两的归疗费 所以这就相当于俄国人自己出钱武装了日本 所以最后战败了俄国 这个很有意思 而日俄战争的起源呀 就要从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三千多万两归疗费 背后的三国干疗事件说起了 三国干疗事件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那么在原本日本与中国签署的马关条约里 实际上中国是把辽东半岛已经给了日本的 就这个马关条约里是中国对日本承诺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中国对日本的赔偿包括允许朝鲜独立 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 大家可以看到朝鲜独立最后是实现了 那么割让台湾呢也实现了 辽东半岛实际上也割让了 但是后来由于俄国法国德国三个国家的干预 强迫日本就把吃到嘴里的肉给吐出来了 还给中国了 所以日本就又多索要了三千多万两白银 但是日本很憋气啊 很憋气 那为什么俄国法国德国三国要这么干呢 这可不是与道义有关的事 不是说他们心词 不是他们发善心 他们跟英国人的想法可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就是欺负人 就是摆明了欺负日本也欺负中国 就不将日本当强国看待 因为当时俄国想要中国的辽东 俄国认为如果被日本占领了呢 就会影响到俄国的利益 但是俄国想我还没来得及打呢 你就打了 这不行啊 得等哪一天我去 我去把这个大清朝给打一打 反正大清朝软势子嘛 谁打都能打 谁打都能捞点好处 所以呢 你不能捞 你得等我来捞 而在日本这个甲午战争之后呢 日本虽然开始走向强国 但他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被世界所承认所接受的强国 所以他也扛不住这三个国家的压力 他就没有办法就同意了 就把辽东半岛呢 就还给了大清朝 但实际上他心里也明白 大清朝是不可能看守得住自己的这个这点家产的 那还给大清朝就意味着还是要被别人抢 那被谁抢啊 那就是被俄国抢嘛 所以这也是日本在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是强国后 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第一次受到歧视和侮辱 这位后来日本人决心搞大东亚共同圈啊 与西方文明决一死战 就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个事叫三国干僚事件 我们这个篇幅有限啊 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讲很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查 那么甲午战争之前啊 实际上俄国已经决定要修一条8000公里的叫西伯利亚铁路 这条铁路是从莫斯科直通海参崴的 也要经过中国的东北 那么甲午战争之后呢 但是这个铁路他没修 就甲午战争之前没修 为什么呢 沙皇没钱 他筹钱呢 到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认为呢 那既然你们说辽东还给中国 那么你们自己在这想干什么呢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人就通过外交渠道向俄国发起了一个询问 大概意思就是询问询问远东西伯利亚铁路的进度和打算和意图 可以说当时日本这种态度是很正常的 也是很客气的 就是为了避免和俄国之间发生摩擦 日本的意思就是说 那既然辽东已经这样了 归给中国了 那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都有军事存在啊 所以说咱们是不是得谈一谈 对话一下 怎么避免摩擦啊 可是 俄国的外交大臣就非常傲慢了 这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时日本的皇太子啊 在访问日本的时候 被一名日本警卫照着脑袋上砍了两刀 差点没给砍死 所以呢 俄国人对日本也特别的有一股怨气啊 这个俄国的外交大臣呢 就直接把前来交涉的日本外交官给轰走了 就是说我犯不上跟你说 就是这么一种态度 这就让日本人的自尊心就受到了进一步刺激了 意思是你干什么呀 我就是问问还不行啊 这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你也太不把豆包当干粮了 就这么一种一种想法 日本人就觉得你俄国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不礼貌 俄国人处理这个事就显然没有英国人处理的好嘛 但是日本还是忍了 因为毕竟俄国是列强 而且背后还有德国和法国 日本认为他是惹不起的 所以日本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叫什么呢 就是著名的叫韩满交换论 韩呢指的是朝鲜半岛 就说日本人说可以拿东北换朝鲜 东北呢 日本我以后不惦记了 朝鲜归日本 东北呢就彻底归你 俄国你看行不行 因为反正你也不想跟我谈嘛 那我忍了 我也不问了 东北的事以后我不问了 但是朝鲜呢 我我站东北你站 就是这行不行呢 哎但是俄国呢 拒绝了 但是我们要先谈一下 为什么日本要朝鲜 我们中国人盛传一句话叫宁施满洲 不施本土 但实际上从战略位置来讲 对日本更重要的不是东北 而是朝鲜 大家只要看一看地图 我面前就有一个世界地图 就很清楚 日本要想守住本土 那必须是以朝鲜为缓冲 以朝鲜为支点的 所以朝鲜对守卫日本的本土安全 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俄国人却不同意 因为俄国人想的是什么 俄国人想的是我东北和朝鲜都要要 根本就没想给日本留什么位置 那最后实在是被日本磨的不行了 俄国给日本开了一个最后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以朝鲜半岛的北纬的39度线为界 分朝鲜一半给日本 那另一半呢 给到俄国 但实际上他也没有真的想把这一半给到日本 他认为最终还是能抢过来的 那么这个39度线也是后来的 朝鲜半岛38度线的来历 38度线就是依据39度线为基础来的 实际上俄国直到此时 也没有真正的将日本当一个强国看待 那大家说中国呢 中国 此时的中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根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所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没有办法提到中国的态度 因为他没有态度 他也不敢有态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 是多么的弱 是多么的被人欺负 人家要瓜分我们的领土 我们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那俄国在拒绝了韩满交换论之后 他又干了一些出格的事 是什么事呢 他就在朝鲜的北端 就是现在的我们看到的鸭绿江的东岸 以砍伐木材为理由建立了一个基地 同时在朝鲜半岛的南端 以运输木材为理由建立了海港基地 那大家都知道啊 你要说这个木头 那可能是俄国最不缺的资源了 到现在都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很明显这就是个借口 那当俄国对朝鲜动了心思 那日本人肯定就忍不了了吗 坐不住了 当时日本的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 给本部的汇报中就有这么一句话 就说大日本帝国 以朝鲜半岛为我独立之保障地 就是我刚才讲的 由此可见呢 朝鲜半岛对日本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这是一个没法改变的地理事实啊 所以俄国动朝鲜对日本来说 那就已经不是个利益问题了 可能对你俄国来说 你抢朝鲜就是抢一块殖民地的问题 但对日本来说 这就是攸关到日本生死存亡的问题了 所以1904年呢 在这个甲午战争20年之后 日俄战争就爆发了 那战争经历呢 我们就不做一个详述 我们就简单的说说日本战胜俄国的原因吧 因为按照当时的实力来看 普遍认为日本是绝不可能打赢俄国的 实际今天我们复盘来看 如果单纯从实力来看 日本也没有这个打赢的可能性 之所以日本打赢 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俄国实在是 俄国的昏招出的太多了 失误太多了 而且后来日本 日本在鼎盛时期 跟苏联红军打了诺门坎战役啊 也是说明日本人确实是干不过俄国人的 主要是火力差的 时代太远了 日本在整个一战和二战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最善于打丛林战 其次是海战 最无擅长的就是陆地的大兵团作战 尤其是装甲兵团作战 那么日本打赢日俄海战的主要原因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每个人又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呢 是日本有明确的战略目标 就是如果俄罗斯老毛子拿到朝鲜半岛 我们就得亡国了 所以日本的战略目标 就是倾全国之力赌上国运 去跟老毛子拼了 但是俄国没有战略目标 俄国并不知道他跟日本打这一仗 他应该得到什么 他因为什么 因为他没把日本当回事 就过于轻敌了 他没有考虑到与日本之间的战略平衡关系 为什么 就还是我刚才讲的 就不认为日本是个强国 就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所以也没有做这种战略准备 也没有尊重日本的需求 而且也没有明确的 明确的战略目标 说我这一仗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和结果 都没有 日本在日俄战争一开始 就与俄国表现出了不同反响的决心 什么决心 就是日俄战争一开始 日本就将日本全国的13个野战师团 全都给扔进去了 一个不留 从一开始 日本摆出的态势就是拼了 拼命了 第二个原因是 旅顺港的地理位置 大家去看一看 就中国的地图 你们看 今天的中国海军基地在哪 旅顺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海军基地 中国今天的海军主要的基地在青岛 在海南 甚至在可能在大连 为什么旅顺不能做一个大型的主要的海军基地 因为旅顺港的地理位置很奇特 它是一个什么形呢 它是一个圆环形 一个小缺口的这么一个形状 类似于字母C 也就是说 它的出港口是特别狭窄的 它作为一个深水港 避风港 特别好 就作为一个渔船 军舰的避风港 特别好 但是作为一个军港来说 它的缺陷在于 它的出港口只能满足一艘军舰的进出 就是会形成一个 就怎么说呢 一夫党官万夫莫开的这么一个局面 你的出口很容易被封堵住 一旦发生战争 就很容易被对方封锁 而日俄战争期间 日本的联合舰队 就是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 整个太平洋舰队 封死在吕顺港内 一直就没有出来 使得俄国就丧失了海上力量 没有制海权 而最终日本陆军 在吕顺港外的一个叫203高地的地方 架设了火炮 炮击俄太平洋舰队 使俄太平洋舰队全军覆 就等于说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连军港都没有出来 就被日本给摧毁了 那么第三点原因呢 就是俄军的指挥是非常混乱的 部署出现了多次的失误 使得日军能在局部形成优势的兵力 那么俄军呢 他的作战指挥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你比如说他不想放弃旅顺 也不想放弃铁路 也不想放弃朝鲜 就是什么他都不想放弃 没有重点 那么使得俄军的军力 就是进一步的不足 那第四点呢 就是士气的不足 我们看啊 当时比较知名的一个辽阳会战 辽阳会战日军投入了大概12万人 伤亡2.3万人 战损比几乎是达到了20% 而占据优势兵力的 就是为数不多的 在日俄战争期间 占据优势兵力的一场战役 俄军有22万人 他只伤亡了1.6万人 他就打不下去了 他就选择了逃跑 选择了撤退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 旅顺战役 日军伤亡多少人呢 日军死伤了10万人 仅仅仅仅为了攻下我们刚才说的203高地 日本就扔了6000具尸体 而俄军只死伤了3万1千多人 却有4万4千人投降了 那么整个日俄战争期间 俄国被俘虏了多少人 抱歉 我在喝口水 俄国被俘虏了多少人呢 是将近8万人 准确数字应该是7万8千多人 日本被俘虏了多少人呢 2000人多一点 所以有些人啊 就有些这个就是体制内的大忽悠啊 总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我有的时候会说一句脏话 我说战斗个屁啊战斗 俄罗斯民族从来都是一个不懂战斗的民族 只是懂打架的一个民族 你们纵观俄罗斯的战争史 从来都没有过那种 说真的是以我的士兵素质很高 以少胜多 或者以我战术很优异 取胜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少的 他们从来都是以火力绝对高于对方 死伤大于对方 兵力大于对方而取胜的 俄罗斯士兵的素质 在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军事领域来看 是很低的 就俄罗斯士兵的素质是不高的 平均素质 所以我说俄罗斯不是一个战斗民族 他只是个野蛮的善于打架的民族 动不动喝多了 就打架兜的这么一个民族 真正的善于战斗的是什么 真正的善于战斗的是日本人和德国人这种人 就他是真正的把战争当成一个艺术 或者当成一种追求去做了 他们是善于战斗的 美国人也是善于战斗的 当然美国人是同时善于战斗 也同时善于打架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俄罗斯可不是一个善于战斗的民族 那我们有很多这种中共的文人和媒体把老毛子吹上天去了 这是错误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不真实 我只是想在这里纠正一下 而且俄军的纪律性也是那是差的不能再差了 那与俄军的纪律的这种差 比土共拔路的纪律都要差 所以他不是一个我们在军事领域可以学习和效仿的典范 今天的中国军队也不再以俄军为自己的榜样了 实际中国的军队现在是以美军为自己的榜样 在学习 我在这里面批评老毛子比较多 那希望那些亲俄的朋友不要生气 因为确实我们说的是一个历史事实 是个历史事实 我们今天很多人亲俄 那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被忽悠了 那么好 我们接着讲 那最终呢 大家都知道日俄战争是俄国事实上战败了 但实际上日本也是几乎把自己的家底给耗光了 这打不下去了 那所以在美国的调停下 日俄就在1905年停战了 那么此战之后呢 日本就彻底失控了 军方自信心就爆棚了 民众的自信心也爆棚 但是日本民众的自信心的爆棚方式啊 它比较奇葩 怎么奇葩呢 就是日本虽然打赢了战争呢 却没有获得好处 也没有取得满洲的占领权 也没有达到赔款 所以日本的老百姓就不干了 说到这儿呢 我得插一句 日本确实也向俄国提出了赔款要求 要求赔多少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日本要求俄国的赔款 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当中 要求中国赔款的10倍 那当时中国的赔款呢 相当于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4倍 就是相当于它4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日本要求俄国给的赔款呢 是相当于日本40年的财政收入 但是大家知道 俄国的沙皇是怎么回复的吗 这个很有意思 也体现了俄罗斯人的特点 就是在俄罗斯人眼里 没什么太大的规矩 俄罗斯人呢回复是这样的 要钱没有 不服咱接着打 这个就 就意思就是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那日本人也没招了当时 所以这个事也很有意思啊 我们也值得我们的反思 如果大清朝不赔款会怎么样 因为以当时日本的情况 他已经打到 已经打到无力再发动一场日俄战争了 虽然俄国是战败的 但是俄国只是牺牲掉了自己在亚洲的军队和存在 俄国在部署在欧洲的力量 还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还是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真的在接着打 日本是打不起了 因为日本已经把全部的军力投入进去了 所以日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向俄国追索赔款 你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确实 日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 可日本老百姓理解不了 日本老百姓认为你们出去打仗不就是为了抢土地抢银子吗 咱们前面讲了 日本对外发动战争是全民意志的体现 而且当时英国人 美国人和西方人对日本也是这么干的 就是日本人打输了 就要求日本人赔钱 我们也讲了 日本人就老老实实的就赔钱 就愿赌服输 那怎么着 那今天你们跟老毛子打了一仗 死了那么多的人 而且死的人都是什么人 主要是日本的底层人民的子弟 那你一寸土地没抢到 一分钱赔款民要到 你回来 你告诉我打赢了 那不可能啊 那我怎么能接受你这个说法呢 所以当时日本的愤怒的老百姓 居然因为一场日本打胜的战争 发动了一次国内的暴动 将日本内政大臣的官邸都给烧了 所以这次事件呢 就使得日本的军方和精英 彻底的奠定了后来的那个信念 那就是认为西方的民主和平等 那是扯淡的 那只能带来混乱 老百姓就是什么也不懂的乌合之众 既不懂国际政治 也不懂国家战略 国家都已经这样了 还让国家去打仗 而且国家明明获得了长期的战略资源 就是通过日俄战争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地位 这个比赔款对日本更重要 而日本的老百姓却理解不了 非常的短视 所以当时的日本军方和精英 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呢 最后根深蒂固的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或者准确的说根深蒂固的影响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所做的决定 那这个念头就是说 还是应该走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等级制度 这就为后来虽然名义上实行普选 但是实际上有军部来操纵政府的军国主义 奠定了一个共识的基础 这个共识是产生在军部与天皇及右翼的政客之间的共识 所以日本的失控是走向军国主义的失控 就通过日俄战争 我再回顾一下 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人 日本军部的这种自信心的爆棚 也奠定了民众的自信心的爆棚 但是民众的自信心的爆棚 它表现出了一种不理智 反而给军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使得军部对民意和所谓的民主平等不信任了 就走向了军国主义的失控 那么日俄战争也使俄国彻底的失控了 俄国人当时也反思 就为什么咱们优等的欧洲白人 打不过列等的亚洲黄猴子呢 这个俄国的有识之士 也得出了与中国一样的结论 就是认为俄国没有宪法 就是说俄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 于是俄国国内的改革呼声就起来了 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 要求沙皇为战败负责 要求沙皇进行制度的改革 那么沙皇也确实进行了改革 就是建立了国家杜马 就是议会嘛 这件事直接孕育了后来的十月革命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被日本俘虏的那个将近八万名俄罗斯的战俘啊 在被日本人放回来之前 日本人对他们进行了一通思想教育 大义大义就是向他们灌输 所谓的现代的政治文明思想 去痛斥沙皇的统治 让他们仇视沙皇 产生阶级矛盾吧 大义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些被释放回俄国之后的战俘 最后成了什么 成了后来十月革命当中的中间力量 那么同时 这个因为俄国啊 本来就与日本和中国这样的老牌国家不一样 它的地盘呢 大部分是刚刚抢来不久的 所以趁着日俄战争 俄国战败 俄国所管辖的一些小邦国 包括波兰 都要求独立 就使得俄国最终因为失控 走向了革命 走向了社会主义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发生了我们前几天讲的 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定位的思考的第二期当中 一战的启示当中提到的 俄国因为民族主义 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此日俄战争才被称作第零次世界大战 那么与此同时呢 涉及到日俄战争的中国 为什么涉及到日俄战争的中国 因为日俄战争是在中国打的 是为了争夺中国的领土而发生的一场战争 所以作为中国人啊 我们谈起日俄战争的时候 是比较有耻辱感的 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中国是先震惊 后失控 也失控了 先震惊是什么呢 震惊是说 中国没想到啊 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能打赢俄国 所以当时的清朝啊 朝廷上上下下就开始分析 这是为什么呢 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 日本有宪法 俄国没宪法 所以日本打赢了 那么通过宪法表现出来的就是说 他们认为是现代的宪政国家政治制度赢了没有现代的政治制度的旧帝国 所以现代的政治制度才是关键 应该搞宪政改革 当时清朝就在这种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共识 开展了自己的宪政改革 而直接推动清朝的宪政改革的人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 好像我在上期的时候说错了 把光绪说成道光了 向大家道歉 那么当时呢 清朝直接在各省开办了这个叫资议局 资议局啊 实际上就是省一级的议会 省一级的议会 那么省议员呢 是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来产生 当时清政府定下的中国人的选举资格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当时的选举资格是25岁以上的男性 新式学堂中学以上学历 或者七贫以上官员 或者你如果没有这个学历 也没有当过官的话呢 你有5000元的房产 或者等值1万元的不动产 你都可以去投票 都满足选举选民的要求 那么根据这个要求 在当时中国大陆 中国呀 大概有0.42 就0.42%的人 有投票权 大家可不要觉得 这个0.42%这个数字小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是一个从0到1的转变 那么这也是一个 其实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政治改革的开始 那么这是震惊的结果 但是非常遗憾 我们都知道 最后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没有持续下去 失控是什么呢 失控就是改革 刚刚开始之后 慈禧和光绪就在同一年死了 而为什么光绪会跟慈禧在同一年死 这个在历史上众说纷纭 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很多人讲是慈禧把他给 一道给带走了 那么慈禧和光绪在同一年死了之后呢 摄政王崽峰就严重的开道车 就是在政治改革这件事上开道车 最终导致了孙文等人等不及清政府的改革 直接闹了革命 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当然我们在前面讲了 还有比孙文更等不及的 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帮人 毛泽东那帮人 直接搞了苏维埃市革命 就是一个比一个着急 所以日俄战争是在世界历史上 特别重要的一次战争 它直接使得中日俄三国都走向了历史的转折点 并各自都选择了于各自的此前历史不同的道路 中国结束了帝制 日本的宪政改革实际上停止了 走向了军国主义 而日本的这种改革停止的影响 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今天 它具体的体现就是日本完成了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但是直到二战以前 日本都没有完成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二战之后呢 是在刀架在脖子的情况下 日本才开始真正的继续它的政治改革 就是民主化 日本现行的宪法 大家知道怎么来的吗 日本现行的宪法 是二战之后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之后美军起草的 也是在美军的监督下执行的 那么直到今天 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啊 比如说自民党的长期执政 比如说男女地位的严重不平等 上下级的这种人格上的不平等 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 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是比较安于这种不平等的 就是他们并没有抱怨 也比较接受这种状态 那么也是因为这种这些诸多的原因呢 在西方学者包括亨廷顿眼里 他们才会将日本看作是西方中的一个另类 把它单独算了一个文明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 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我们讲的第一场战争 雾尘战争 到我们今天讲的第三场战争 日俄战争 到后来的日本今天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在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 有前后两端得到了西方的手把手的帮助和监督 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萨道义 英国人对日本的帮助和监督 不仅仅是帮助啊 还有一种监督和威慑在 到二战之后 美国人对日本的帮助和监督 也有明确的威慑在 那都直接驻军了吗 帮你写宪法了 那还不是威慑吗 日本才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西方化的过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大家能够理解刘晓波说的 让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 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不是说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也不是说他的说法是错误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的出于情绪 就否认刘晓波让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 这个说法背后的深层的含义和逻辑 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但是我对西方学者将日本文明当成一种另类文明 去看待这种看法是不以为然的 我认为他们看待日本的看法和看待中国的看法犯了同样的毛病 就是认知的局限 只能以自己的框架认知他人 那么在我看来呢 虽然按照西方的框架对比来看 日本存在很多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与西方的上面与西方的不同 但这些不同不代表日本是落后的 我们常说一句话嘛 叫如人饮水啊 冷暖自知 日本社会目前所表现出的稳定状态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比较高的生活水平 我认为是要优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 那至少是比美国要好的 就是说比美国要稳定 要富足 人们的幸福感也要高 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我就个人认为啊 日本的政治制度是比美国成功的 我们不应该也不能脱离民情去考虑政治制度的设计 我们只是说 假设说西方人是怎么看的 西方人的看法 比如说他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标准 建立一个说100分 就是就来评比了 说你有80%向我们美国 那你就得分80分 你有60%向我们美国 你就得分是60分 你有50%向我们美国 你得分就不及格50分 他是以你像不像我们来评价你好不好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好坏 不应该是以他像不像某一种制度来评价的 无论是共产主义的革命输出 还是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输出 我认为本质上他都是一种忽略了对方需求的一种强加于人的 只追求这种像不像或者说平等而忽略了自由的一种行为 日本今天的成功和成就是值得中国人借鉴反思的 但同时呢 他也值得西方和美国借鉴和反思 因为人家虽然不像你 但人家过得比你还好 人家过得比你幸福 那你能说人家是失败的吗 那套用这个鞠语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的话说 你不能因为人家跟你不一样 你就称人为怪人 亨廷顿在这件事情上就在一定的程度上犯了这个错误 他因为日本与美国不一样 他就称日本为另一个文明 就把日本生生的从西方文明里给摘出来了 而他为什么又没有把日本放进中华文明里面去呢 是因为他觉得从政治制度上呢 日本学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已经西方化了 就不应该在文化上归纳在中华文明这个圈里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西方学者的一个局限性 他就无法将日本归类了 但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想说的是 那你问没问过日本人 日本人怎么认知自己呢 日本人是把自己归到西方文明圈 还是把自己归到亚洲文化圈呢 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这个答案由我说出来 是不适合的 那么将来呢 我想日本人自己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日本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至少日本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 它的实力和地理位置都不允许 那么好 我们下一期呢 接着讲日本 下一期呢 我们争取讲一讲 日本是怎么最终走向仇恨西方的道路的 也就会为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给出一个答案了 那么也就是一战 即一战以后的日本 我们呢 应该会停在二战结束时候 就把这个系列讲完了 但是其实在讲日本这个系列之前呀 我们已经讲过两期日本了 一期是 今年1月3号 我们讲的广场协议 另一期是更早的 去年10月20日 我们讲的日本的地缘政治思考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听完这个系列之后 去听听那两期 我们在时间上 是有 就是延续性的 就是这几期的节目 和这个系列在时间上 是一个倒序的关系 也就是说 那两期讲的是二战之后的日本 好 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为我的嗓音 向大家抱歉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不好的声音的感受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好 谢谢大家 那么祝大家呢 也身体健康